今集我們邀請到市政署的代表陳嘉惟先生上臺節目 陳先生你好 你好 市政署2019年度准召續期已經開始了 准召持有人需要在甚麼時候和地點辦理續期的手續 本署在此提醒各商戶負責人 如果領有由本署發出的行政准召 是時候檢查准召的有效期及盡快為期辦理續期 根據第109邪惑2005號行政將官批示 由市政署發出的各類年度准召 准召持有人應該是每年的1月至2月份期間 為持有的准召辦理續期 各位准召持有人可以前往螢光幕上顯示的各個服務地點 包括有 位於南環區中環廣場二樓的綜合服務中心 黑沙灣政府綜合服務大樓的北區市民服務中心 台山嘉翠麗大廈地下的台山分站 快置機蛇屋快達樓地下的快置機分站 三盞燈綜合大樓三樓的中區市民服務中心 夏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四樓的夏環分站 坦仔平民新村的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以及石排灣社區綜合大樓六樓的石排灣分站辦理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九點至晚上六點中午照常辦公 需要在每年一至二月份期間辦理續期的年度準照 包括做哪些呢 需要在每年一至二月份期間辦理續期的年度準照 包括有 零售新鮮、冰鮮或急凍肉類場所準照 零售蔬蔬菜場所準照 零售漁獲場所準照 競賽動物準照 其他動物準照 街市臨時流動攤位年度準照 小番準照 宣傳及廣告物品準照 車輛上的廣告準照 長期佔用工地準照 以及露天查座準照 至於其他由本處發出的準照 則請各準照持有人留意準照上的有效日期 於是辦理續期 如果過期未辦理準照續期手續 是有甚麼後果的? 準照持有人如未能在一至二月份期間辦理續期申請 與期辦理者將需喬交相應的附加費用 或甚至因準照預期失效 而導致終止獲准進行之活動 因此本處在此再次呼籲各準照持有人 應盡早辦理準照續期 避免拖延至最後期限才來辦理 最後如果各位想查詢更多關於續期手續 歡迎致電市民服務熱線2833766查詢 今天謝謝陳先生 不用客氣 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 麻煩 麻煩